星期一晚大約7時50分 三個男人在荃灣村龍街一間海味店對開發生口角 雙方日言不合發生打鬥 其中兩個分別穿橙衣和白衣的男人 為偶一個穿黑衣的男人 期間雙方由街頭扭打到入時裝店 互相拳來腳枉 有人血流披臉,整件衣服都是血 女店員見到立即報警 其後三個人又由店內打到對面馬路 期間深色衫的男人不斷閃避其餘兩個男人的拳腳 再以拖鞋還擊 警方接報後遲盾牌到場 其中兩個男人報稱受傷送丸 案件列襲擊至造成實際傷害 警方正是翻查店鋪閉路電視追緝其餘一個人的去向 他在一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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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